大家都是一路上拿着相机啊 在拍照 就是当地也是有一些就是这样子闪的 灯的那种船 开火经过我们船的时候就来了 其实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好像在上海 维多尼亚港湾的感觉 上海和香港的维多尼亚港湾的感觉 没错 确实 但是都很冰的夜景有一种它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也觉得好像一种大概是港口城市的风格 而且还是觉得那个摩天轮很冰之眼的 它真的是 它那个摩天轮 而且那边其实有游乐园的嘛 对 就觉得就比较有新意其实 有时候会觉得像一种我们平时看着星星 我们指引道路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看到很冰的摩天轮就是跟着它讲完那种 对 真的会值得 现在出来的是一个港湾桥 港湾桥也是非常有名的日本的一座 非常历史悠久的大桥 说是当时解说员有说好像是日本 是全亚洲还是全日本 嗯 最长的一个桥 因为它很多很多的桥墩 然后包括在 不仅是在海上 然后陆地上它会建成一个像立交桥一样的 所以长度是最长的 大家有机会掉车也只看一下 但是反正好像是人是不能走上去的 是吧 是只能是通过车会有车辆的一个形式 没关系 有关满车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去坐 可以在摩天轮上 很忍耐感觉 好冷吗 好冷的 太冷了 就是大家都 都不能吃饭来的 那天我有穿衣容服会 比较煩暖 那天我们的架下就直接包成一个重子了 对 那刚才看到我就一直是 是 就抱着 最后的一个 所以他有机会是 经常工厂业主的话 一定要五个爷爷的事情 要这么做 你要哪些人是诗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字幕说 这个鹤剑翼桥 它是全长超过一千米的大桥 在日本是为数不见 为数少见的那些 比较有名的大桥 那个红色的 就是最开始 我们在刚刚开始 出发地点 出发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过 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到后面解说 也有说 那个其实也全都是 那个横冰的灯塔 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 善导火力发电器 就完全不像是工厂 有发电锁吧 它特别好看 把它装饰的那种 灯光 五彩缤纷的 特别是 我们当时是从 邮轮就在两边这样开过去 左边也有 右边也有 不暇接 而且它每一个区域的那些 工厂夜间的 别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对 都有一种自己的 有特的区域的那种 它也是 每个工厂 就是自己可能设计的 是有设计感的 有一些地方 还烟无聊聊 那种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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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烟啊 或有那个 昏暗的灯光 那种建议 建议 好像先进的感受 而且就一层 那么高的感觉 其实从远处看 它不仅就是像一个工厂 就觉得是 是旅游景点吗 是一座塔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 工厂夜景 到底跟工厂 有什么关系 怎么都没有办法去想到 想象到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所以当天真的是收获过多 所以这里有说到K 它这个字母也有特别的代表的含义 就是代表川崎嘛 Kawazaki 所以我们 都身处的就是在那边的韵 我们最开始看到一个F 然后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以为是巴美拉 它以为是全家 可以看到一个大 这里是大银葱 对 真的是很远就能看到 在冒烟 对对对 而且他们的那个灯 好像不是固定的一种 他们会闪啊 然后还有时候会有变化 这里是东善岛火力发电所 像他们发电所的话 不仅仅是提供给 但是我们很远一个城市 包括东京 然后千叶也有 对 整个就是关东地区 像很远应该是一个 大比较大型的工业城市 电力 应该是石油啊 电力 都是从 很远 之前也不知道 一直通过这次 那个 这次 航程 航程 然后知道的 这橙色的断光是我们这个石油工厂 这橙色的 这橙色的 会关闻 就是这种 没有帮他想象 所以我后来还有问 真的是有工人在里面工作吗 他们说真的是有一个能源 白天和晚上是可能截然两种 不同的 这种 嗯 感觉 那边有人在噴火 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边有人在噴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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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好像有一个转一个弯 就是说因为我们到了 延宾运河的 对 到那个 这 最 最 最冰天的地方 然后最近这个绕回来 然后 是 坎德定的一个 的工厂 嗯 因为它很多嘛 分布的 整个一条 航线上面都是工厂 所以我们现在时间 是说到了最近的 对吧 对 然后 船的话 船只转了一个头的话 我们看到了 就是和之前来的时候 看到另外一种景色 嗯 之后就能看到 JR和JR的那个发电厂 和日清的工厂 这是真的 美丽的 工厂的夜景 我感觉到 现在 很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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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比较多了 我们的菲菲我就很佩服她 但是我一直在受冻 就是拖着重新 所以是很限定的 但是她真的很严寒 她能抵抗这个严寒 而且很有朝气 而且有类似的都没有感冒 对 我们都会感冒 就是我们的身体 本来是就挺长的 对 我们就能整理下来了 好美啊 就是现在看着 就是个水晶塔 对 水晶塔 能想到她是 水晶塔 水晶塔 其实也很 她 这也真的是个 怎么讲 工程业界 真的就是 川崎的一个 名剩的一个 游览 游览的一个 航程的一个 所以你感觉会 会震撼到 会震撼到 对 对 你真的是这种 不客人的一种 常规的认识 对 对 有话想象的 工厂业 有什么东西 对 所以当天 她虽然说 在冬天嘛 我会以为可能客人 没有这么多 其实还是有做吧 对 对 就感觉她 古印尼斯基卡 的 观光的那个点 是不一样的 嗯 对对对 真的没错 嗯 嗯 这个有爆烟跟这个 这很壮 壮阔 就是雄伟的感觉 一直在冒 有点像魔法一样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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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用来的 对对对对 现在后面 advisor 可以让她看到 就是干嘛 现在已经看到 牛尼斯基卡 按照 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解说员哥哥的事情 能想要她长什么样子吗 我们之前都觉得应该就是个三十多岁 然后三四十岁的一个最后会被吓到 一个正常人 不是 你自己说他 不是说他不是 这个灯光倒影在水中就特别有那个仙境的感觉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他如果我们就朋友大家一起去玩这个的话 如果能把整支邮轮给租下来 比如说人比较多二十多个人三十个人 哇真的是如果是有这个行程 然后三十多个人一起出来 和大家一起在船上吃点东西 在海上的机会吗 对对对 非常好 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肯定行啊对吧 他应该是可以 如果人数够的话可以去跟他申请一想 就我都包了 我觉得可以买 都冲爆炸 都可以听到前面的一些乘客在尖叫 因为很很惊人 对对对 真的是从不一样的角度看过去工程都不一样的那种美 其实我记得当时网管的话都拍了好几种照片 这种感觉 但是无论形状还是设计在那种感觉 有点点我们的船头上的那种理解 对 就是也会有坐在后面的乘客就特地跑过来 跑到前面去拍这些验警 就是这就是一个一般可能我们上刚刚上船的话 没有想到他前面会有那个 那现在就告诉观众朋友们你们去的话就可以 直接就做出一个船舱 直接往前面去先坐到前面的位置 我们的第二段又在这边跟大家结束了 对 第二段主要是刚开始的几个还没有到达我们之后那些比较有有名的这样啊什么日清智粉那些都没有到 还有最后我们有一个看那个音幕听一个夜景的一个总难的 对一个旋转角度对吧 对其实这只是刚开始的一些比较精彩的夜景之后会一点点像大家呈现 但是觉得现在去回想当时这个夜景真的是特别美啊 当时你们有拍手机上有拍照吗 就当时在那个夜景的地方可以 我们最后给大家看吧 也行 想一下子就是留到最后给大家看这个悬念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吧 对 感谢观看